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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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期间 对一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坠毁的飞机的出事原因 及其飞行使命进行辨认及鉴定工作 为了为了找到上述了该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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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的成熟 当地的当地坠机现场的报告 并仔细研究了在现场发现的物件和坠机有关的文件资料 此外 本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再次到过坠机现场 对已被坠毁飞机的主体及其对象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就有关该飞机飞行及坠机事故 我们也咨询了苏联军事专家 而他们也参与了事故现场的再次调查工作 特将调查报告呈报如下 这份报告的一共是18页 这个报告18页 其中16页是证文 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坠机现场的详情 第二部分是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 第三部分记述了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资料和物件 结尾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调查报告最后两页 是在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及物件清单 并附有照片多张 这个调查报告 它是以新蒙文 它不是老的蒙古文 是一种以俄文字母组成 由苏联专家为蒙古新搞的当年 当时大概在四十年代 搞的一个叫新蒙文 俄文字母组成的 但是和俄文的拼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得到了调查报告以后 看到了这个原件的福音件以后 请新蒙文的一个专家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翻译中文是我委托一些专家翻译的 这个首段说 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说 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约2025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架编号为256的飞机 最悔于东京111度15分 北约47度42分 也就是我国境内肯特省伊德尔默格苏木 名为苏布拉嘎盘地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温多尔汉 它这个飞机坠毁在温多尔汉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它离温多尔汉还有几十公里 不是在温多尔汉这个城市里 它准确的地方就是这里说的 它是肯特省的伊德尔默格苏木 它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盘地 这个苏木是蒙古的一个行政单位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县 和一个公社之间的这么一个行政单位的名称 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论部分说 第一我们认为这架编号256的图有民用航空标志的飞机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用于军事用途 在事故现场找到的无数实质性文件 足以证明这个结论 A 给飞行员下达的书面指示中 提及中国空军第34司司令部字样 与此同时加油收据记录册提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3556部队 每一页均盖有3726部队的印章 飞机技术服务文件使用说明及其他文件 Q码地图等 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或空军司令部制作 还有给飞机成员发的那些证件 以来自军队 除了所有这些印章标志和基础人员的身份证件 这类具有军事内容的资料之外 在此飞机上找不到任何与民用航空运输 以及与民用机构或组织 或与民用工作相关的个人有关证据 这个结论因为在当时中盟两方 双方在现场争论了很长时间 中国一直说它是民用的 但是这个盟方就认为它是军用的 B 非常清楚 这架飞机由中国军方所拥有 机上人员都是军官 由他们的着张 个人陪带的武器弹药 枪支军服碎片等 编号为东142 东143的军官身份证 参考数据如3726部队 7196部队 3726部队第三大队台启良 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校等军队翻号或记录 均足以证明上述判断 这个7196部队就是34师的代号 3726是他私下属的 应该是团的代号 刚才讲的是3556应该是西郊产杖的代号 西 该飞机原用于民用航空运输 后围军用目的而进行改装 拆卸部分乘客座椅 增设一些用于军事目的的新装备 除了正常的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器 和其他控制设备以外 机上又增加安装了EKHO雷达 BPYM无线电高度测量装置 这些设备均由苏联制造 蒙古和苏联调查人员 一致认为该飞机上安装使用 苏联制造的无线电测量装置 目的是为该飞机的低空 超低空 高空飞行做准备 二 该编号为256的中国飞机 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此结论由下列证据证明 A 该飞机安装有诸如导航雷达 气象雷达 无线电电台设施 高度测量仪等现代通信导航装备 和用于防卫的相关设备 与此同时 该飞机还安装了地面测量设备 B 在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和纸张 均表明在最近几个月 该飞机曾经进行过多次夜间飞行 到过中国南部 北部 西部和东部的 许多备用机场 记录显示 每个人都接受过很多训练 来学习备用代码表及其解决方案 军用机场的经纬度位置 降落地区的地图 各种关于如何使用信号 在北京 乌兰巴托 伊尔富赤克之间 上空进行联络的说明 机组人员中包括有 可以在遇到紧直情况时 只没有技术支持 也可以使飞机在机场 强行着落的专家 飞行员受过良好教育 在飞机上携带武器 以便在遇到袭击时进行防卫 西 蒙古官方天气预报提供的数据显示 1971年9月12日 13日 14日 我国东部和南部天气晴朗 该三叉级飞机安装有现代装备 就是PLS及1190气象雷达 该装置提供了全天候日航及夜航的可能性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 它绝不可能失去航向 特别是它在进行低空飞行 甚至在事故发生30小时后 中方都没有查询它们的浙架作为 失去航向的飞机的踪迹 也没有与任何物线电站联系 上述事实完全与中方所称的 该机任失去航向而坠机的解释相矛盾 三 该编号为256支三叉级 11型飞机的坠毁原因 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这个结论可以有以下事实证明 A 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至600公里一小时 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 而且轻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 B 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步于600×100平方米范围 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 C 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 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证明事故发生时 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 第一 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 飞机引擎仍然在全处运行 并没有损坏 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 以下证据搏弃了该飞机是因紧急情况而着陆的说法 这是蒙古调查报告的结论部分 报告它很长了 我们就是挑选了它的结论部分来说一下 那么下面呢 是我对这个蒙古官方调查报告的几点辨习 就是对它的一些分析吧 第一 蒙古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根据调查报告所披露的蒙古官方调查委员会的名单 这个委员会由九人组成 负责人图门登·贝尔勒 他是人民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少将 成员双家 双家是边防及内务军事事务局 司令部副参谋长兼边防处处长 高徒部 他是外交部领事司的司长 根登·达日杂 这个根登·达日杂查误到他的职务 达西·泽伯格是法律专家 云登是民航局的专家 商家道尔吉他是一个医生 说来也是医生 和莫忧 莫忧是一个法医 调查委员会九人中 除图门登·贝尔勒 根登·达日杂外 其余七个人在1971年9月15日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艺 厄秘 孙姬仙等 一道去过坠基的现场 那么这个调查委员会 他囊括了各方面的专家 但是从以上以知道 这八个人的职务来看 这一个是一个中等 偏低规格的临时的班纸 他最高的职务是一个副总参谋长 那么这似乎可以说明 蒙古官方对于中国256号飞机 坠毁一事 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 为什么他不重视呢 他以为是一般的飞行事故 他不知道做的的是林彪 所以他的调查委员的级别 是比较低的 这个到了1971年10月20号 做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飞机上的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虽然承认某方 也咨询了苏联军事专家 而他们也参与了事故现场的再次调查工作 但苏联专家并非调查委员会的正式组成人员 从调查报告用语中 我们可以意识到某方将其与苏方的关系 仅定位于咨询与被咨询的关系 但是考虑到当时苏蒙两国政治关系的实际情况 并不排除苏方在调查过程中 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我认为的最多是指导性作用 没有领导作用 调查报告承认 为了再仔细研究这一事件 委员会部分成员 邀请苏军技术人员 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 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 就是苏联人再到飞机现场 是最早的是在10月19日 按调查报告的说法 这个他没有在坠毁的当时 比如说14号或是15号 他们已经拆走了飞机上的 机尾上的阻发动机 或者是把这个黑匣子拿走了 这样的传闻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得不到认证和支持 第二 坠机现场发现的尸体和枪支 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 叙述了盟方在256号飞机 坠毁现场发现的机上成员的遗体 和所携带的枪支的情况 调查报告说 据睡机点蓝侧500米处 我们开始检查工作 在那发现了第一具尸体 其他散落的尸体之间 相隔约3到15米 所有尸体分布在50x20米范围内 在不同位置 所有的尸体都烧过 有些尸体的头部和四肢都破裂和压碎了 一共有9具尸体 调查报告接下来描述了每具尸体的状况 这9具尸体均身体外表正常 没有异常的枪击痕击 机上成员据为飞机坠毁过程中 衰创和被烧而死亡 它没有枪击的痕击 这是调查报告肯定的 这个调查报告实际上也间接地 搏弃了坊间的众多的不实的传闻 比如其中之一说 1972年1月 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 听苏联人讲 苏联专家已经把烧焦的林彪遗体 整理出来 发现遗体上中了9颗子弹 呈蜂窝形 这个是假的 不是真的 调查报告称 在坠机现场发现手枪七把 折叠式冲锋枪一支 这与猛方在1971年9月16日提出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 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 草稿的叙述是一支的 这个纪要本来是要中方签字的 但是后来好像没签 根据机上成员人数及枪支数量推测 机上成员除了林彪 叙群外其余七个人都可能有配枪 9月15日下午在坠机现场 对机上成员死亡原因 没有疑问及疑疑的中盟双方官员 他们对尸体的埋葬达达成了一支的意见 许文艺大使说 按你们的传统埋葬他们吧 高徒部说 好 就开始埋葬工作吧 请一块参加 大使说 开始埋葬吧 把坑挖深一点 高徒部说 医生认为尸体需要解剖并写报告 还有解剖检验的需要吗 大使说 同志 你认为该怎么办 高徒部说 医生打算做解剖 你认为有必要吗 大使说 我建议无需解剖 这个许文艺说的了 高徒部说 我同意 这个乌尔金 道尔吉 这个肯特省的检察长 当时到了现场的 他说 我也同意这个建议 大使说 大使馆恶秘也没有别的建议 我们不需要再谈别的事情了 这个恶秘就是孙一仙了 这个孙一仙是大使馆的恶秘 其实我怀疑 他应该是军方的情报人员 因为他以后从蒙古回来 也是在联合国财军委员会 他是穿军装的 这个不是调查报告的 这个引用的不是调查报告 是这个蒙古方面 他这个在和调查报告 附在一起的一个材料 一个材料 不是调查报告的本身 是另外一份材料上写的 调查报告同时证实 直到1971年10月20号 苏某方面对256号飞机成员的真实身份 依然一无所知 也刚才说的 他们不知道飞机上的是什么人 这样一来 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孙一仙 向下面的一些说法 孙一仙在他的书里面说 后来得知此时 苏联和蒙古已经揣测到 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 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 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 挖出死者的遗体进行检验 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说要遗体 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 已有所察觉了 这个调查报告没有正式这个说法 调查报告实际上更否定了 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政治参战 顾达寿在他的口述回忆中的一些说法 顾达寿这个回忆有一个回忆录了 他说197年9月间 苏联外交部已经从情报中 获熙林彪叛逃的消息 考虑到我在中国多年而且认识林彪 故特别指令要我去蒙古辨认是不是林彪的尸体 这个顾达寿讲的是不真实的情况 这个回忆是不真实的 第三 谋方判断256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拥有 用于军事用途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 第一点说 我们认为这架编号256的 屠有民用航空标志的飞机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用于军事用途 在事故现场找到的无数实质性文件 足以证明这个结论 非常清楚 这架飞机由中国军方所拥有 机上人员都是军官 其实今天说来 蒙古这一个判断是十分准确的 是基本上十分准确的 这一个判断是整个调查报告的一个基调 这个调查报告是用来勃弃中国大使馆说 它是民用的 争论的焦点是在这里 所以某方举了很多证据说不是 但是某方也不知道是谁 机上的人员 他说是军方人员 但是具体是谁 他是不知道的 据孙医仙说 从1971年9月16日17日 中某双方人员在肯特省首府 温多尔汉就坠机事件举行过五轮会谈 在第一轮会谈时 某方首席官员商家上校就强调 这是一架中国民航标志的 为军事服务的 曾有军事人员的飞机 第二轮会谈 某方提出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 失事的现场调查基要 草稿中最后说 这些迹象证明 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人员使用的 某方提出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 失事预滥人员安葬的纪要 草稿说 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 1971年9月13日 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 这个蒙古方面 基于税机现场实物而做出的 256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所拥有 用于军事用途 这么一个结论 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 由于当时掌握该飞机的信息 十分有限 在会谈过程中 坚实认为 由于我们唯一根据是国内的来电 看了现场之后 更加确认 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 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 空中小姐看上去 岁数大一些 估计是专机的需要 这个空中小姐就是指叶群了 他们以为她是空中小姐 孙医仙后来承认 913事件真相大白之后 回头再看看 关于军还是明争论的记录 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者时 我们四个人逼宫逼近的 鞠躬默哀一样 使人感到有点可笑 有的同志甚至说 某方人员讲的 256号飞机的性质 机上成员都是带军制的 符合实际 而我方在会谈中 不够实事求是 不够实事求是 这是文革中外交的 惯用的手法 第四 某方误判256号飞机 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这个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二点说 该编号为256号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这个所谓的特别任务从报告的治理行间判断 他们认为他这个飞机是为了军事侦查到蒙古的 但这反导可以证明 直到1971年的11月20日 就是他写出这个报告的那天 为止 某方的调查委员会 自然也包裹了协助调查的书方人员 并不知晓 这其实是一架叛逃中的飞机 像上面所说的 更不知道这个飞机上成员的真实身份 到了11月20日 11月中旬 他们还不知道飞机上的是什么人 第五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调查报告认为 飞机坠毁原因是飞行员所犯错误所致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三点说 该编号为20256之三叉及11型飞机的坠毁原因 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这三叉及111是它的最早的型号 这个当时中国进口的四架三叉及都是从巴基斯坦交换回来的 都是11型 他说这个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该编号为256之三叉及11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这个结论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 A 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至600公里一小时 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 而且轻易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 B 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步于600×100平方米范围 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 C 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 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证明事故发生时 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 D 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 飞机引擎仍然在全处运行 并没有损坏 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习象 以下证据搏弃了该飞机是因紧急情况而着陆的说法 913事件以后的大半年 我们中国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 王海后来好像当了空军司令员了 他为首的中国空军专家组做出的报告也认定 256号三叉级飞机是有超重的进行野外降落 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 造成破碎烧毁了 做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 其一 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 在温多尔岸附近这片戈壁滩上 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淡的 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地进行了选择 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其二 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 他在飞机截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棚翼 也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 前开棚翼只有人工操作才有可能打开 其三 起落架轮廓完整 没有创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 主轮胎良好 人肉气压 这说明在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 其四 飞机是在有超重的情况下 尾部先接地的 而且是主动做了 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 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实施迫降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 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缺切 没有坐权 着陆出路扩大 而减速板却未打开 其二 三叉极是下单翼飞机 它的机翼肌腹部有油箱 在高出节地时 机翼造成油箱破裂 机翼折断 引起燃烧爆炸 其三 当时飞机仓促起飞 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 飞机迫降时正式夜间 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 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王海又说 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汉 实施野外迫降 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 另外 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 地面又没有导航 当日恰逢暗夜 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 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 那么我们综合中盟两方的结论 蒙古和中国这两方面的结论 它的主要的分歧点在于 中方认为这个飞机采取了主动迫降措施 只是着陆动作不缺陷 没有坐权 某方却认为飞机未有采取紧急着陆措施 中方这个结论它是没有到现场看的 没有到现场看的 某方是在现场看过的 但是中方认为它是采取了迫降措施 某方是认为没有 主要相同点在于 某方都认为飞机的着陆速度过大 油箱存油造成爆炸燃烧 中方认定这两点是导致飞机坠毁的主要原因 但是降低航速放进南楼才迫降 这是这个飞行员潘景云独自一人也能做到的 作为富有经验的资深飞行员 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这个中国空军的专家组并没有做出令人幸福的解释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为什么出都这么快呢 你迫降 为什么你不把南楼放进呢 中国黄海 它没有做出一个解释 没有做出解释 而某方的结论就是说 你干脆你就是没有采取迫降措施 没有景气着陆措施 这是一个两方面的分歧 第六 调查报告完全否定了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无论是某方的坠毁原因 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或者中方的迫降失败说 两者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坊间长期流传的飞机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这个苏联导弹击毁说 是以这个陈晓菱 质疑林彪923世界这个为发端 陈晓菱这个文章说 这个飞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 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试探完 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 想逃回中国 于是下令向其开火 256号飞机重弹发生爆炸 并引起大火 飞机带着大火进行迫降 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 并且击乎油箱破裂而引起大火 大爆炸导致击毁人亡 这个利用民航飞机试探苏蒙的防空雷达 这怎么需要这个林彪去呢 他这个说法肯定是很方唐 陈晓菱这个文章以后 互联网上出现过 这个苏联导弹击毁说 这个苏联导弹击毁说 这个有这个王连一 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坐机 这个文章说 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 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 二十分钟以起火的事实 基本可以否定 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 应该是攻击后爆炸坠毁 这个王连一是中国的著名的文革史专家 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这个说法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苏蒙方面击落256号飞机的新的说法 以顾达寿为代表 顾达寿说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一架军用飞机 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 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 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多尔汉坠毁 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 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叫赵慧 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 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 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 由于有国内高层的知名人士 早在故的回录俄文版出版后 及对类似言论不加分析地做过争辩推介 这样的话就不少不明真相的读者 就感到很困惑 感到很困惑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阴谋说 这个阴谋说 始于王联一陈昭的256号飞机 是在空中掀起火后破降的 这么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256号飞机空中起火呢 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 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 除此之外 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 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 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 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 这也是一个很方唐的阴谋说了 这个王联一啊 他在晚年这有点不大谨慎 王联一这两篇和别人合作的这两篇文章啊 就是一个叫苏联导弹 击落林彪坐机 一个就是256飞机 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 这两篇文章在蒙古调查报告面前 我认为是完全站不住脚 第七 这个调查报告没有提及256号飞机有黑匣子 关于256号飞机上的黑匣子 长期备受关注 这个传说很多 这个黑匣子呢 就是航空飞行记录器 或者叫飞行事故记录器 它其实包含了两个独立部分 一个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叫FDR 专门记录飞行中的各种数据 另一个是语音记录器 或者说叫舱音记录器 就是机舱里面的声音啊 它的英文简写叫CVR 专门记录驾驶舱及坐舱内的各种声音的 这个叫CVR 256号飞机第二副驾驶康庭子 在他写的真相 专机副驾驶轻力913这一本书里面 提及256号飞机黑匣子的时候说 256号专机事故记录器 是用钢丝或钢带作为录制材料录取信号的 林彪专机256号的黑匣子中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是直径约15厘米的扁原状物体 安装在飞机尾部的随机安定面内 256号专机的语音记录器 是一个扁平的长方体 缠约40厘米 宽7至8厘米 高约15厘米 它安装在前驾驶窗领航员后面的 无线电设备专用架上 我认识康婷子 我见过他 采访过他 但是我对他的上面这说法呢 我表示怀疑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 1969年12月 经周恩来批准 中国决定从巴基斯坦进口 这个英国福克西德利航空公司 1960年代中期生产的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已经使用过的三叉机 11型中短图 碰器式客机 当时批准进口的四架 分配给空34师做专机使用 1970年8月 接收三架 随后不久又接收了一架 编号为256号 这个256号就是 后来也做了林彪的专机了 随后 周恩来批准 由英国直接进口三叉机 21型17架 其中6架 1973年分配给民航 其余11架 其余11架 分配给空军34师 根据空军有关资料手册 明确记载 三叉机21型飞机 装有型号为PV726A的 飞行数据记录器两个 手册中记载的两个 是否包含了飞行数据记录器 和语音记录器 并没有明确 但是至于三叉机 11型飞机 是否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 和语音记录器 这个手册没有记载 没有记载 康廷只承认 一旦发生重大飞行事故 找到黑霞子后 获得其录取的信息 原则上要由飞机制造的国家进行 因为陆记信息的编码 是经过加密的 但有的在购买飞机的时候 一并将黑霞子的密码 买了过来 我认为康廷只的上述说法 原则上没有错 但至少部分是不准确的 其一 黑霞子由专业公司 但是并非飞机制造厂商生产 所以黑霞子信息解密 应该由黑霞子生产厂商进行 第二个 由于黑霞子自身并没有解码功能 它储存的数据讯息 需要经过地面重放设备 将其吸放出来 所以要买回来的不是密码 如果你没有解密设备的话 你还是不能解密 据空三十四师有关机物人员说 三叉机飞机 无论是一一型或二一型 进口的时候 均没有同时进口黑霞子解码设备 这是我采访了三十四师的机物人员 他们说的 我们没有进口这个解码设备 因为我们是间接进口 就是从巴基斯坦已经使用过的飞机 是二手飞机 也没有进口黑霞子的维护校验设备 故而机上只是有黑霞子 它的工作情况 完好情况 从来没有人要求检查过 工作与否也从来不知道 就是这些机物人员 他根本不知道机上有没有黑霞子 也从来没有人给他们说过这个黑霞子的事情 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 他说康廷子说 可想而知就是他们拿走了 这个孙一仙说 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是他们拿走了 康廷子说 根据孙一仙的回忆 我国使馆人员进入坠机现场的时间 是以蒙古国与苏联的军事专家 不止一次去过现场之后才赶到的 飞机坠毁的时间是9月13日凌晨2点30分 据我使馆人员15日下午奔赴现场 已经过去整整两天半的时间 到现场时发现有些遗物已经被整理过 可想而知 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不会留在现场 反映飞机失事原因的黑暇子 也绝对不会遗忘在现场 这是康廷子的推断 但是根据这个调查报告 苏联人到现场是10月18号去的 不是9月15号之前去的 孙一仙言则说 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 三家飞机从11开始 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暇子 因此时刻做出这样的判断 三家飞机256号飞机的黑暇子 连同中间的发动机 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康廷子这个孙一仙两个人以上的说法 在这个蒙古调查报告中 同样得不到印证和支持 那么更进一步说 对照调查报告 这个他们两个人的说法 就是十分令人生疑的 就不要说苏联方面 对这一期事件异常快速的反应 令人难以置信 你一甩了飞机以后 他这个两天以内 他就跑去现场了 就根据这个调查报告 他十月份才去的 只使256号飞机上确实有黑暇子 只使被苏方取走 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有作用 其一 这个黑暇子能够正常工作 其二 飞机坠毁时黑暇子没有被损坏 其三 苏方必须借着黑暇子生产厂的解码设备 才能解密 这个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也好 不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也好 基于苏盟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苏方怎么也应该将黑暇子的情况 向某方通报 就算你拿了 你也要向蒙古方面通报 那么作为供蒙古方高层内部使用的调查报告 因为它是这个部长会议 就相当于我们的国务院 他要做的一个调查报告 就是不可能不提及黑暇子 可否解码这样的情况 但是事实上 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提及黑暇子 不仅调查报告第二部分 飞机的原产地性能用途中 没有提及256号飞机安装有黑暇子 而且在事故原因分析的时候 调查报告没有只言骗语来自黑暇子 那么我对蒙古调查报告的一个 我自己的解读分析就到此为止 那么我有些看法 就是看完这些材料以后 这个913事件特显了中共在最高权力传承更替问题上 难以破解的一个困局 在党内最高权力 实际上也是国家最高权力传承更低的问题上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 就建国以后 唯一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接班人的方式 他没有其他方式去进行这种权力传承 这只有是选择接班人 用选择接班人的办法去进行最高权力的传承 更替 那么毛泽东选择的对象呢 在913事件以前 有刘少奇 有高岗 有邓小平 有林彪 这个邓小平在文革前 也是毛泽东选择的一个接班人之一 林彪和邓小平两个都是他的 那是有个说法叫备胎吧 是吧 那么在913以后呢 在1973年呢 这个毛泽东又再次启用了邓小平 当然后来又把它弄下去了 在913事件之后 这个除了邓小平以外 还有王鸿门 还有华国锋 那么实际上呢 选择接班人的方式 是一种主观性胜强的 非制度性的 也是落后的 故而是失败居多的权力传承更替方法 这个当时是想用高岗来代替刘少奇 一看党内的反对声音一大 这个干脆就把高岗给牺牲了 这个刘少奇也算是失败的 这个林彪更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说913事件中 接班人窗簧外逃 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失败的例子 如果我们今天 这个我们50年以后 真的要从913事件中 吸取什么教训的话 那么这种与现代政治体制 格格不入的所谓选择接班人的方式 我觉得就非要平静徐之不可 就是要把它去到 不能再用这种方式 而以宪政民主的方式 来重构领导制度 必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选择 这样子 用来 完美 好 完成 完美